请注意 科长 这些是过期的罐头 来 我看看 注意保存证据 我看看 我看 看看 那个呢 这个也是 怎么会呢 这 这 这个 科长 仓库里所有的罐头全是过期的 都是重贴的商标 不 这怎么可能呢 这 刚刚在库房检查过 所有的罐头都是过期的 都过期 都 都这样贴的吗 对 没错 都是重贴的商标 欧大志先生 按照规定呢 我们要扣留这批罐头 并暂扣你的营业执照 请你配合 那 走 去库房看看 好 这 这有误会 我说 同志 这 这 好 好 你个老孙 出来 开门 着火了 孙子 出来 开门 敢出来 还是没人啊 没人 侯大 跟电卦里一样 这里也没人 姓孙的 真是混蛋 竟然敢坑我 殴大 殴大 你也别太生气了 是啊 殴大 那个 咱们现在是当务之急 应该怎么办 你看咱们现在这店 还开吗 生意也不好 开不开也无所谓 又做不到什么钱 关了算了 趁着有段时间 找找小敏吧 找小敏要紧 对对对 这个就不要 好 呸 好 拿香蕉送礼 亏你想得出来 收获被人赶出来了吧 就你这种人啊 我见多了 他们赶出来一个 我就一个 他们赶出来两个 我就就一双 你怎么救啊 你怎么救啊 怎么救 利息 两分利 两分利 高利贷啊 是不是高了点啊 你这香蕉能吃吗 又不是让你借个五年八年 你不是急用钱吗 对吧 这做买卖呀 讲究一个资金周转 你周转开了 钱一还不晚了吗 那你的意思是 在你那儿能带到款 当然能啊 我就专业放款的 你有东西抵押吗 没有 你看看这个行吗 我这是我的许可证 这跟营业执照差不多啊 行行行行 就这个就行 我告诉你啊 我呀 不是为了赚你们那点利息 我就是想帮助你们这些 有困难 需要帮助的这些人创业 真是 好 那个感谢感谢感谢啊 这个 什么时候 能拿到款呢 你先等会儿啊 来 我这儿啊 都给你写好了 你就在这儿啊 签个字 按个手印 咱们就成交 两万 够吗 够了够了够了 来吧 好 来 行嘞 这 什么时候能拿到钱啊 好 两万 好好好 出出吧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没事 都办好了吗 都办好了 看吧 不客气 好 你们二位找谁啊 哦 我们是金太太的朋友 好好好 金太太的朋友啊 来来来 快请坐 谢谢 谢谢啊 坐 同时呢 我们也是这次改造工程 建筑材料供应商 这位是何老板 你好 这位是李老板 你好 你好 那请问两位老板 今天过来有何贵干呢 是这样的 我们想了解一下 这次夜市改造工程 它所需要的建筑材料的种类 这个啊 我们还真没有 材料种类的专门统计 那设计方案也可以吧 李老板 行行行 行行 设计方案也行的 有了设计方案 我们俩都是吃这碗饭的 设计方案一看 我们就知道用什么建筑材料了 设计方案都是有 您等会儿 我给你们拿 好 谢谢啊 这个呢 是我们初步的设计方案 你们两位过目一下 可以啊 可以可以 非常好 那 那就谢谢您啊 不客气 你们是金夫人的朋友 又是我们未来的合宿伙伴 别见外 我呢 怕耽误你们时间 要不这样 我把这个拿回去 琢磨琢磨研究研究 行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谢谢 那太好了 那就不打扰了 我们先告辞了 对对对 好 金老板 夫人的朋友拿走了市场改奏的设计方案 快快快 不好意思啊方老板 久等了 久等了 得到什么消息没有 我们两个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来 夜市改建的建筑设计方案 您共募一下 这里全是购物中心 超市 还有影院 哪里还有夜市的位置 周围的环境也不对 根本不适合夜市经营 清光宇投入这么大手笔 难道只是为了夜市改造 不对 没那么简单 莫非 莫非是清光宇设好的一个局 怎么 方老板呢 您觉得怎么样 有用吗 那材料订单的事 能不能尽快把我们搞定啊 是啊 方老板 这合同不签 我们俩的心在这儿 下不来啊 谢谢 你们俩放心吧 我方忠霖不是那种 出尔反尔的人 等着签合同吧 我还有事先怎么办 慢走啊 慢走啊 玲玲姐 你说这方忠霖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啊 两夫妻明显是在各怀鬼胎 我才不管她呢 我不关心这个 我不关心这个 我最关心的是 她能不能尽快地把合同的事搞定 我看这个女人肯定是有什么事不能告诉金光瑜 所以才会让我们两个去帮她打听消息 为了这事周全起见 我们应该好好去摸一下底 看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有把柄攥在我们手上 就不怕她不跟我们签合同了 你说是不是 老公 好 大志 大志 你来了 看什么呢 小敏小时候照片 小敏小时候真好看 大志 我知道你惦记小敏 别担心 不会有事的 那么大人了 小敏她现在肯定是在气头上 一时半会儿想不开 等想开了 她就会回来了 谢谢你啊 还好有你在安慰我 看你说的 我想问你啊 你说你那店里 罐头怎么会过期呢 还不是那个孙老板搞的鬼 那你怎么打算的呀 关就关了吧 这小敏也找不到 我也没心思做生意 是 这是几岁啊 十一岁 干吗呢 亲妹妹失踪了不去找 在家循环作乐是吧 欧大志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你这讲什么呢 别说了 方忠灵 说什么呢 什么叫寻欢作乐呀 不再说了 小敏离家出走 你觉得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欧家的事不用我操心 用得着你操心吧 你姓欧吗 你别忘了 你们还没结婚呢 还真是不要脸 我 谁不要脸了 是 我跟欧大志我们俩是没结婚 可是 我们俩在一起正大光明啊 他没娶我没嫁 怎么了 倒是你 我一直觉得挺奇怪的 只要我跟欧大志在一起 你就生气 我问你啊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跟他什么关系 他心里有数 你算老几啊 欧大志 你要是还在关心夜市的话 就单独来找我一趟 这什么玩意儿 抱歉 抱歉 每次都是因为我 让你受方忠灵的气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不过他刚才说的那个 夜市的事 对啊 气呼呼的 我看我去找他谈一谈 好吧 那你去吧 好 我正好回夜市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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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离啊 找我什么事啊 我是不是没事 就不能找你了 我 是不是你就觉得 我找你就是来找你麻烦 在你眼里我跟魏弘比我 我就是个泼妇是吧 你这叫我说什么呢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气 可是这些都过去了吗 是吧 现在小敏他离家出走 我不希望 我再失去我身边的 任何一个亲人或者朋友 魏弘在这段时间 他对我付出了那么多 我也不希望让他 因为我而受到任何伤害 这些 我希望你能够谅解 好 好了 告诉我 找我来什么事 我这次找你来 就是想提醒你 市场改造 秦光玉好像不怀好意 一开始我也觉得不太对见 可是 但他跟我说 他这次并不是为了赚钱啊 他是为了金鸣 我想他再怎么样 他也不可能打着金鸣的喜好 做坏事吧 我也不确定 反正你好自为之吧 还有 你那个专卖店被查封了 很有可能就是金光玉干的 你自己小心点 谢谢你 你拍到呗 快看一下 你放心 那村卡我都拍满了 进来 金总 有什么消息吗 夫人给您打招呼 要承包工程材料的供货商 就是那对 曾经来打听建筑设计方案的男女 吃里扒外 真是没想到啊 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靠不住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不许安排一分钱订单给那对狗男女 谁有意见啊 让他们直接来找我 好 那我先走了 金总 李庆祥啊李庆祥 你别忘了 你还欠着我一大笔钱呢 难道你非要让我把你送进监狱 进来 来 汉良那边的事情 我已经布局得差不多了 安排见面 这个怎么卖啊老板 这个十八块五 便宜点呗 这本身就是促销价了 外单 刚到的 来 来 兄弟啊 生意不错啊 走走走 马马虎虎吧 坐坐坐坐 来来来 进 进来坐会儿 不坐不坐不坐 我们拿完利息就走 这 这才几天哪 这 这不还不到一个月呢吗 二分利 到日子我一定给你 谁跟你说一个月二分利了 那是一个星期二分利 而且这利息要是还不上 还得利滚利 你 哥哥这两天 手头是有点紧 所以就提前来找你了 这 什么什么什么 一个星期两分利啊 你们当初可没这么说呀 你们这不是敲诈吗 我敲诈 谁让你当初不问明白了呢 我 好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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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啊 你看 我这钱都压在这货上了 我手头只有这么多 等过两天 过两天我再卖卖货 凑齐了再给你 好不好 这什么呀这 我可告诉你啊 你那营业执照还在我们手上呢 大哥您想要点什么 这肉多信一下 刚进的 我 我 我随便看看啊 先生 来点排骨吧 那个 老板 你这兜里的碎肉 卖多少钱一斤啊 您说这个啊 这 反正也没人要 您给十块钱 十块钱你都拿走吧 好啊 给您 给 好 下次再来啊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喂 喂 是叶汉良吧 我是叶汉良 您是哪位啊 我知道你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 如果您想尽快解决这些麻烦 就出来见个面 你是谁啊 九点停车场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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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帮你渡过难关的 你是谁啊 你为什么要帮我 废话少问 你只要定期给我汇报一下夜市的情况 以后的好处少不了你 你们为什么要我做这件事情啊 你知道的越多 报酬就越少 你是想问个明白呢 还是想要钱呀 我不能做不明不白的事 当然了 我更不可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我已经调查过你的情况了 听说你有个女儿是吧 你不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还不为你自己的女儿像吗 听说你还借了钱 现在还不上了对吧 据说还抵押了经营许可证 多可怜啊 把钱拿去还了吧 条件很简单 我只是让你跟我说说夜市的事情 没让你做伤天害你的事 放心吧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有什么风吹草动 马上打给你 是你 郑京 爸 不许动 把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干嘛呀 不许睁开眼睛 好 不睁开啊 不许睁开啊 好了没有啊 没有 你闭上 闭上 不许睁开啊 不睁开 睁开嘴巴 好吃不好吃 顶级的厨艺啊 爸爸今天啊 给你炖肉吃 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每天吃好了 身体才能好 这样才有精神 好好学习啊 爸 你不用为我花那么多钱 我不爱吃肉 静静 你不要为爸爸担心 等爸爸说你好了 每天都给你买 买好多好多的 好吃的 还会送你啊 上最好的大学 还让我们静静 学会弹钢琴 学会画画 将来呀 去国外留学 我不要 我要陪爸爸一辈子 你这傻孩子 来 二位 请喝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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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对了 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们工程材料的供应商的名单呢 确认了 很抱歉 没有你们 你没搞错吧 答应让我们当材料供应商 是方老板的意思 您好好核实一下 一定中间出什么差错了吧 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我们的承包商啊 都是由金总亲自制定的 别人说的话呀 一概没用 不好意思啊 我们真是太笨了 方忠令就是个大骗子 那我们当猴爽 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都已经这样了 算了 算了 白高兴一场 我们走吧 走 好 金总啊 好的好的 我明白了 二位 金总现在想见见你们 来 进来 金总啊 您找我们 见 金总啊 您那么忙 居然抽时间见我们 我们真是倍感荣幸啊 金总 听说您最近有一个工程在找 材料供应商 我们两个空着呢 我们愿意助您一臂之力 对对对对 我们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己 对对对对 你们受谁的指使啊 指 指使 什么 金总您是指少装糊涂 谁让你们打探夜市改造方案的 没人指使啊 那我们是纯粹 业务上的需要吗 我告诉你 干咱们这行的 就怕跟错了人 说错了话 办错了事 究竟怎么选 就看你们聪明不聪明了 还有 你们欠我们集团的那笔货款 马上就要到期了 到时候要是还不上的话 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这 我 糟了 糟了 金总 真的对不起 是方忠灵让我们这么做的 就是那个女人 您不知道啊 我们以为她的意思就是您的意思呢 对啊 我们根本 根本就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嘛 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 所以您放心 金总 从现在开始我们只听您一个人的话 对对对 我们就听您一个人的吩咐 其他人的话我们都不会听 没错 对了 金总 我们这儿有两张照片 我觉得您会有兴趣看看的 什么照片 金总 来 您看看吧 这两个人就是勾勾搭搭 不清不楚啊 你看那样子 肯定有事 是不是老公 没错 你们给我滚 有事我再找你们的 好 金光玉这个夜市改造方案 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喝茶吧 谢谢老公 你想想看啊 一来呢 方忠灵和金光玉 好像各打一副牌似的 各怀鬼胎 你防着我我防着你 二来 这计划方案里头 根本没有夜市的规划 这 这不是扯答案吗 老公啊 你每天担心这些有的没的 你也不怕把自己愁的 皱纹都长出来了 这夜市改建呢 肯定是扯淡的 跟我们有关系嘛 我看现在唯一要提防的呀 就是金光玉不要在方忠灵面前 摆我们一道 把我们给出卖了 这女人可不是省用的灯 你不知道吗 进来 方 方老板 干吗呀 看见我跟耗子献了猫似的 没事 方老板 方总 看到您激动 激动啊 大家光临有失远迎 坐坐坐 坐坐坐 我给您倒茶啊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我想知道 最近有没有拿到夜市改建的消息啊 还没有啊 但是呢 我们正在努力地打听当中 你们最近没有跟金光玉接触吗 方老板 我们目前呢 我们当然是没有了 方老板 您想啊 如果说我们有任何消息 我们马上就汇报给您了 还能让您亲自上门找我们吗 是不是 老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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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你们能一直这么懂事 我就放心了 行了 我先走了 这就走了 你们给我继续盯着这个金光玉 有任何消息马上告诉我 都给我识相点 只要把事情办得漂亮 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一定把你们喂的宝宝了 记住了吗 您放心 记住了 我们一定照您吩咐去做 您放心 我们听话啊 慢走啊 方老板 慢走啊 慢走 慢走 关门 关门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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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这 我们两个草包一下子被 被 被提拔成双面间谍了 谁草包 你才是草包呢 这 这 你傻呀 事情不是明白的吗 老公 谁是老虎 谁是猴子 别告诉我 你还不知道啊 我再草包我也懂得 金光玉在这老虎 玉琴 来来来 来 来 坐 我们金董事长事务繁忙 今天请我来 不单单是请我喝咖啡 这么简单吧 我是有事想请你帮忙 说吧 俗话说 家丑不可外仰 但你也不是外人 我也就无所顾忌了 这 你看看吧 照片照得不错呀 这两个人还挺般配的 我现在担心哪 方忠灵已经开始为 谋取金家的产业联手外仁了 所以想呢 请你帮我出出主意 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都别怕啊 没钱了找根哥 根哥有 管根哥拿啊 都是一家人 你面试啊 没问题没问题 走 走 走 方总 张经理 怎么了 是这样的 这儿有份重要的合同 需要金总签字 但是现在金总不在啊 所以想请你帮忙签个字 什么合同啊 等会儿 喂 光月啊 钟领啊 我现在在外边呢 有两份紧急的合同啊 你赶紧给签一下啊 快点快点啊 那谢谢方总 我先走了 签字了吗 签字了吗 金总 全都办好了 你看 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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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叫你都没听见 想什么呢 我在想那个 卫皇 你对这个夜市改建 有什么看法没有 其实要我说呀 我当时到夜市来摆摊 是因为生活所迫 所以我就想 无论它以后怎么改 只要给我一个摊位 让我卖韭菜盒子 让我挣点钱养家糊口 我也没想那么多 你之前对这事 不是挺有信心的吗 你现在怎么有点犹犹豫的呀 不像你的办事风格呀 大伙对你那么信任 都说了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不会有什么难事吧 你要有什么你跟我说啊 我虽然帮不了什么 但是我能给你出点主意啊 我就是在想 那个 其实也没什么了 或许是我想多了 想多了 大致啊 叶老师 大致 赶紧走吧 大家伙都在等着你们呢 准备好好谢谢你们 谢我们什么 我们又没做什么 有什么好谢 你们俩可是这次改建谈判的 大功臣呢 你说这夜市也快拆了 咱们赶紧好好聚聚呀 对对对 走 大伙不都说好了吗 走吧 走走走 走 真是 各位各位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大致哥 来了来了 坐坐坐 坐坐 坐坐 坐 这菜都点上了 可不然我饿死了 好好好 走走走 哈良 你也是啊 找个人怎么那么久啊 你就知道说叶老师 你着急的话自己去啊 你们再不过来我就要饿死了 赶紧吃吧 边吃边来 来叶老师给你倒 来来来来 我敬各位啊 来 你们坐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好好坐坐 大家都是一家人 没那么多规矩啊 一家人 我说几句啊 我欧大志呢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有你们的信任 这夜市 从建立到现在呢 我们大家一直都是互相帮忙 大伙的友情是越来越好 我衷心地感谢各位 谢谢 来来来 我敬啊 我敬你们 坐坐坐 来来来 来 干了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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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喝 慢点喝 别急 别急啊 对了 红姐 这是大家伙的委托书 您看看 那手印我们都按在上面了 喂 谁呀 是我 有什么事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在一起吃了个饭 现在散了 欧大志 魏洪也来了 夜市的人 跟他俩 签了委托书 委托他俩全权代表 商贩们和你谈判 他们想多找你要些赔偿金 还有加大贪位的面积 他们还想让你缩短改建的工程期 这 这么晚了给谁打电话呢 没打电话呀 你当我是瞎子还是笼子 那个公司的事 夜市改造的事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跟你没关系的事别问 睡觉吧 秦光宇 你什么意思 每次我问到这个夜市改造的事 你就跟我推三祖四的 咱们还是不是夫妻了 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说呀 那为什么每次一说到 夜市改造的事 你就非要问出个子丑银某来呢 你还知道咱们是夫妻呀 既然是夫妻就应该互相关心 一心一意过日子 不是今天打雷明天下雨的 秦光宇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少在这儿跟我信口开河的 少在这儿冤枉好人 你就别明知古问了 欲盖弥彰 知道吗 你这么关心夜市的事 还不是为了那个欧大志 你少跟我血口喷人啊 说话要讲证据的 要证据呀 不是没有 只不过把证据拿出来就不好了 搞得大家都没面子 方忠良 脚下的炮是自己走出来的 好自为之吧 姑姑 姑姑 东星 姑姑 这么晚了 怎么了 姑姑 我爸不见了 之前一直都没回来 我好担心他 行了行了 你别担心他 你爸那人不就这样吗 成天不见人影 没准上哪赌博去了呢 姑姑 我爸好久都不赌了 是吗 那他能上哪儿去 我不知道 行了 别着急 等姑接一电话啊 喂 派出所 旺费 可是 不是 莊子 是 这是 那是 郭 是 他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